今天我来这边 瓦西间吗 为什么你们带过来我这里啊 喝舌坛的 我也不会吃的啊 表演现场杀谁 蛤 鹅啊 肉饭 猪肉 董董的 董董董 我会吃完这个一碗 真的好好吃哦 你们吃猪肉店 前面办一个猪肉给你们看吗 如果是海产店就会这样 哦 这样子的 我是吃饭50年 哪边的50年 因为这边大概30年都没办法写啦 50年开始可以写啦 对啊 我觉得这边的文化啊 留下来是很重要的 50年之后还在这边的话 我希望这样子的 Hello 开西湾系列 我是凯 今天我来这边 瓦西街吗 对 瓦西街 看起来没有那么多 人心的感觉出来 为什么你们带过来我这里啊 师傅 这个瓦西街在以前啊 大概应该有20几年前 在台湾很有 但是我们也很久没有来 真的 所以想说带师傅来看看 然后这附近有很多美食 美食在这里 对 然后我们顺便来吃吃美食 好啊 看起来没有那么 但是美食有吗 美食有啊 美食有啊 美食有 美食有啊 美食有啊 师傅 你觉得这边感觉怎么样 这边是夜市吗 对 它算是夜市喔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晚上 所以没有东西嘛 其实看起来有一点 对 它有一些 有一些店可能还没有开 真的 西门町你知道吗 嗯 很多人亲人啊 对啊 还有什么很快的动作啊 但这边都有一点慢一点的感觉 嗯 因为看 真的 现在呢 还是有啦 还是 可能没有那么多 对 没有那么多 看一下啊 哦 师傅 你认得那个中文字吗 哪里 厕所吗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旁边啦 红色圆圈那个字 有没有 哦 这个吗 对啊 师傅那字是蛇 蛇 蛇 snake的蛇吗 哦 喝蛇汤的 哦呦 我不会吃的啊 不用不用不用 真的吗 以前啊 就是人家会在这边表演 现场杀蛇 啊 然后很多人会在这边看 现在呢 现在好像比较没有 所以你也吃 我吃过啊 我吃过啊 哦 真的啊 乌柜啊 紫啊 青蛙啊 这个不是我的食物 对我来说什么 这个是 它的汤吗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不是啊 吃的照片是食杂啊 他只是在介绍那个动物园 台北市那个木杂动物园 对对对 对啊 师傅你看那些照片 就代表他以前就是 专门在给观光客看 哦哦 才会介绍台湾的一些景点 你看 早一点秀嘛 这边开始有美食街 你看 风气不一样 我去看看 诶 师傅师傅 我们到了 哦 对 这一家小王煮瓜 这个是有名 是什么东西有名啊 它是滷肉饭很有名 你带我几餐 是不是 你开这瓜是滷肉饭 这家真的很有名 师傅这家是那个 币比跟推荐 哦真的哦 对 看一下啊 对啊我们试试看 滷肉饭 所以这个是名的是小王煮瓜吗 我记得那么多的椰丝 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菜单 非常非常完成的高 你们看看 它有四个语言 中文 英文 日文 韩文 不用介绍给我菜单什么 我已经知道这个 这个是 空肉饭 哦 因为有学韩文啊 空肉饭 大概啊 一个菜单大概六十到八十块 这样子 非常便宜的感觉啦 我来的时候 其实整个一条哦 其实没有怎么冷 这边来的时候 哇很多 这样子 两点差不多了 但是还蛮多的在这里 他们的菜的颜色 你看看 很深的醬油的颜色这样子 所以 可能他们用的醬油是不一样的嘛 比如说常常一般的醬油的黑丝的话 吃着很咸 但是没有那么咸 所以他们的茶餐是这个乳酪饭对吗 招牌菜 招牌菜 味道很清淡 蘑菇是几乎没有味道的 肉 乳酪 不用咬就直接融化掉了 所以味道非常浓 的猪肉的味道 出来 蘑菇是它的口感增加而已 还有它是豆腐对吗 豆腐 很浓的感觉 不需要摆拌两边 不需要直接吃 刚刚好的鲜鱼 里面完全没有骨头 还有七十块 没有韩芒果耶 七十块 以前我们这道汤就是做鸡汤 他把它改良 以前是半桌的时候的一道餐 这个是 看后面就有写半桌 半桌 这什么意思啊 结婚的时候啊 以前的人都是在庙前面摆一桌一桌的 我看过我看过 半桌 还有这个是 同代怪的猪肉 下面是 咖喱菜 肉的口感是还在 但是脂肪是融化掉了 所以嘴巴里面 满满的猪肉的好吃的味道出来 这真的很台湾耶 酱油糕 跟芥末 哈哈哈 我们这样子常常吃的意思 这样子 酱油糕和芥末还不醉耶 同三国脆吧 我觉得他们的肉糕的话 硬的时间跟温度 这个是他们的终点 还有加酱油的特色 是不是你以前有吃过 让你觉得很惊艳的卤肉饭 其实卤肉饭 我来说的话 没有那么很深的感觉的 印象有的卤肉饭 比较小的啦 台湾人会有点伤心 好好吃喔 可能这样子的啦 台湾呢很常常外食吃 韩国的可能一餐外面吃 最多两餐 不要那么负担的菜 身体负担菜要吃的 所以 品一点炸上妈妈煮的味道 这个感觉 等一下还有另外一家的卤肉饭 就在旁边也很有名 我带过来这边 全部吃卤肉饭的意思 没有啦 两家让你比较一下 你为什么要逼我啊 OK 我们 下一个卤肉饭店看一下 还有比较一下哪一个店 好吃 哇这个卤肉饭是什么阿易卤肉饭吗 对对对 还有你们带过来 是刚刚吃的 往卤肉饭旁边 真的旁边 走路没有一分钟就30秒 真的旁边 不用30秒 3秒就够了 真的 还有其实我刚刚看的时候 这一家是1967 还有旁边是1976 所以其实这边是更早的店 这边的价钱的话 这个卤肉饭 35块钱 哇 超便宜的 这个一个很大的碗是 100块钱 你看 哇 很开心喔 很开心喔 还有这个是他们的特色嘛 蚵仔 卤肉饭 这个是140块钱 这样子 是不是觉得蚵仔的量怎么样 很多吗 哇 我还蛮够有 很明确不一样的地方是 刚刚的卤肉饭 是有一点黑黑的 他们的比较 我一般的看到的卤肉饭的颜色 我吃吃看他们的卤肉的味道 两个店真的完全不一样 这家店的话呢 它的饭跟游戏分开的 哪边都要浓荷的味道 这边都要分开的味道 但是两边都要哪边的特色啦 刚刚我听过 所以一个人投入的时候 他可能这边本地人 他说 这边的蚵仔卤肉饭比较好吃 我刚刚听到了 所以蚵仔跟卤肉饭 这样一起吃的意思 对 它里面有打扇的味道 还有轻松的味道 有额变到 轻松的香气 打扇的香气 还有酱油的味道 和蚵仔的味道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 这家店的比较好吃 还有烫 还有骨头 骨头 骨头直接会拿起来 如果直接剥下来 就这样子 但是太软的话不行 还是需要口感 不味道那么软掉 还有呢 它的这边可以看到吗 这边骨头旁边的白白的 这个是他们的吉拉丁的 炖煮会软软的 这个软软的 嘴巴里面就是说 融化掉的哪个的味道 很浓的吉拉丁的味道 一百块哇 这样子在台北吃到 真的不容易 这边是第二家 菜一家是什么店啊 就是我们家一家 要去吃挂包 挂包 对 麵包里面有一些菜东西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OK我也喜欢哪个 我们去看一下啊 有 不走啦大概十分钟 店面是老老是没做没办法 对吗 但是做起来菜是蛮干净的感觉啦 除了懂懂的 懂懂懂的 哈哈哈哈哈哈 味道的 师傅你这个是你有跟他讲 你要肥还是瘦吗 可以省着吗 对啊一般我们会讲说 要肥或瘦 或是肥瘦餐饭 这个的话肥的卖瘦的吗 好像是肥的哦 啊 不肥的是吃的是对的 哈哈哈哈 麵包的话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浅的菜里面有甜的糖分这样子 因为花生粉跟糖分对吗这个 浅浅甜甜的 我一开始吃的真的不习惯 但是现在已经住在台湾很满足的 所以我现在会了解 为什么台湾人会喜欢这种味道这样子的 所以主要的话就每个地方差不多一样对吗 这个是什么菜 酸菜 酸菜 猪肉 花生粉 还有香菜 所以这边主要是要看 猪肉的熟度跟味道 第二个是这个整体型 花生粉的味道不会那么差过的吗 因为差过的太甜的 甜甜咸咸的 很软软的 你们本来这种东西里面没有加 辣椒吗 比较少 对啊 你们吃遍我刚刚鲁肉斑 吃完出来的时候我看过 一个人加很多辣椒 在鲁肉斑上面 为什么不给我辣椒 有辣 有辣 师傅我们从来没有加过辣椒粉 我刚才隐藏吃法 对啊 真的加辣椒粉 趁辣椒酱一点点加 还是他帮韩国人准备 啊 international 有辣椒粉 我觉得没有加比辣椒粉 可以吧 OK 辣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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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下一个店是什么 师傅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吃个甜点麻鸡 甜点麻鸡吗 对 OK我们去看一下啊 是谁 确保 hail 几乎 他给我一杯茶 所以这样子 一杯茶个抹几работ 好 哦 很像眼花色 所以 应该里面是没有东西 阿嬷一直说很烫 小心吃香 其实外面的没有这粉 真的纯的一个 眼模机耶 外面一粉是有甜味的 但是比较口感 后面有一点蓝球蓝球的感觉 就一种点心对嘛 点心心 不会那么甜 奇怪 鲁肉棒倒有点鲜点鲜这样子 台湾看起来说 你们的点心的概念是 还是有一点点饿 还不饱了 我吃一个点心吃一下这样子 所以有料 饱的感觉出来的 甜甜的意思啦 巧克力啊点心 西餐的点心 我觉得有一点 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太一样 会连出来了 啊 这个是猪吗 不一定是猪 这个里面也 米也米 哦 这个很饱耶 哇 这个是茶舞茶的概念吧 茶舞茶 西餐有茶舞茶对嘛 还有这边有楼 楼湾 哦 这个这个 楼湾 然后在这边 对啊 这个 是这个啦 师傅 这个韩国没有啊 这韩国没有啊 它的我觉得它的甜度的话 对 甜味量 它发酵出来的那个甜度耶 我第一次吃过 我没有吃 刚刚吃的东西的话 我会吃完这个一碗 真的好好吃哦 你们开这个几年啦 70年 70年 70年了 师傅 每些55年是骗人的 哦 真的 上面一般来说的话 他们是越走得越好就对嘛 所以尽量走一点的鞋 但这边的话 把你的鞋带走了 50年就够了 所以在外公来说 我觉得一定要吃吃看 骗人的了 那 美味 下一个店是什么店啊 其实我们喝个饮料好了 我们去喝个爱玉冰 哇 又来了 小小的东西吃吃吃 吃点心 还有这位喝喝饮料这样子 放夜市一定要的啊 哦 对啊 一开始进来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们干嘛带过来这边 感觉现在 我很开心哦 OK 我们下一次看一下 对 师傅这个不是吃的 对不对 就是展示给客人看的这样 师傅会怕吗 当然啦 你们一般来说你们想一想 你们吃猪肉店 前面帮一个猪肉给你们看吗 我就不会了解 好像也是 蛮有道理的 对啊 对嘛 可是师傅如果是海产店就会这样了 哦 这样子的 这边都啊 我们团队说比较古味的阿鱼店的 阿鱼 我不知道我来这边都以后就看这60年 看50年这样子 所以几年的 我觉得这边多少店呢 我看一下啊 我来台湾第一次吃过这种东西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 对啊 真的哦 对啊 哇 真的哦 这是几年啦 他们没钱了 1951 这是70几年 70几年 对啊 哇 你们这边的全部老店 真的很老了 差不多10点之后呢 哦 还蛮多人进来 我觉得也是的感觉出来的啦 我喝喝看哦 很蠢的味道 甜度一点一点 还有阿鱼的口感 师傅他有加柠檬吗 一点一点 一点点 可能之前糖是贵的东西对嘛 所以不会那么甜 一点一点甜度一点的 檸檬的糖 只要这样而已 如果隔壁有你卖你最喜欢的青草茶 你要不要试试看 50年 哪边的50年 对啊 青草茶 OK 我旁边 青草茶喝一下 青草茶 看起来说 你们这个没有看的时候 非常普通的 但是你们看这个 50年的 贵 又是50年 那是20年前做的 那是70年 这家店有欺骗我 所以现在是70年的店 70年啊 老板说这个你看 他们是这样子 比较有中药用多一点的这样子 哦 我试试看 哦 甜度是比较低一点 别的一般比起来吃哦 老板说的 中药的场景还蛮重的 谷味的味道是比较清淡一点 越喝的时候 哇 还蛮好喝耶 还有一直 会喝进去的 这种感觉出来啦 师傅那你现在 有休息到了吗 还有一道要吃哦 还有哦 已经不是点心跟喝 全部喝过吗 师傅那一家 你应该会喜欢 因为它是猪脚汤 猪脚的话 要没办法没有吃对吗 对 我们去哪边看一下 好 这家店是几年 几年啊 他们没写啦 没写 因为这边大概30年 没办法写啦 50年开始可以写啦 对啊 这边的人生鸡汤 跟花生猪脚汤嘛 我用猪脚 用煮汤的第一次看过了 哈哈哈 这味道怎么说 人生的味道有 但是别的中药的味道也还蛮重的 因为这边用是干的 新鲜的人生比较之后 尝尽是不会那么重的啦 它们中药跟它们的整体性出来的味道 现在还蛮好喝的味道啊 猪脚的味道 哈哈哈 没有没有 这边是老街堆嘛 我今天来这边吃过还蛮多的店的啦 还有一般来说都50年以上的店这样子 所以 类似的味道 还有历史 历史的味道 我是大概煮菜学20年 对50年70年来说 最近的嘛 这个是好不好 不会说 我刚刚吃的鱼 多一点甜 多一点 散得好喝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想法 改过了之后呢 这个是它们的特色系就不见的 台北美食系农家这边的椰丝开始发展的 我听到是这样子啦 我现在会了解啊 为什么这样子 橙的味道 还有骨味的味道在这里 哇 我今天这边来过 椰丝 哇我真的还蛮多东西吃耶 非常喝饱吃饱的感觉出来的 还有我问过这边的人 他们说这边是不是现在最红的地方 这个是真的很可惜的 因为这边那么多的老店 我觉得这边的文化呀 或者是餐厅是留下来是很重要的 台湾人呀 外国人呀 多进来这边 多吃多喝一下 才会有机会 这种文化跟店会留下来在这里 30年之后 50年之后 还在这边 都啊 我希望这样子的 我下次的话 我找一下别的多 台湾的特色的椰丝 或者是文化 去哪边看一下啊 谢谢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